机械链接第十三章 进步单位 从颅骨骨病学开始 当威廉·扎娜发现脑脊液的波动 并以此知识 开发出一种全新的颅底系统徒手疗法 使敌尔骨病疗法得以被宣传 像是马古恩·弗利曼·约翰·优普哲 能将他们宝贵的知识传授给同行 而颅骨治疗现今已是所有精通骨病疗法 医师们治疗程序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我们清楚地知道 我们不能够忽视这种颅骨治疗方法 但同时的 我们很难将听诊技术或功能技巧 整合到我们常用的机械链接步骤中 需要考虑许多的问题 并且为了回答每个问题 我们用手来寻找具体的答案 颅骨病灶是否与椎体 内脏或周边关节病灶 有根本上的不同 如何确诊颅骨中致病的 机械性显著病灶 我们如何以类似于 检查其他功能单位的方法 检查颅骨 从而产生可和系统其他部分 整合的可比较的结果 那我们如何处理颅骨的 非典型病灶 例如与牙齿、鼻痘和骨内线 相关的病灶 我们应该以颅骨或远端作为 骨病治疗的起点 我们可以只用回谈法来处理 颅骨病灶恢复正常吗 头部单位在机械链中的发展 即使在公认的专业用法中 颅这个术语也不准确 使用该术语可能会错误的暗示 上有不同的骨病专业领域 或颅骨是如此特别 以至于必须和其他功能单位 分开讨论 事实上 从解剖学来讲 颅骨只是含有脑髓的骨质盒子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更喜欢用术语 头颅或是头部单位 因为这样包括了脸部的骨头和下额骨 这些骨头也是很重要的 头颅会分成三个部分 下层由一块移动骨组成 即下额骨 中层即是脸部 感觉器官的所在位置 上层即颅骨 其中包含了脑髓 在功能上 这个头颅单位透过三大筋膜系统 与身体的其他所有生物力学单位连接 前筋膜、身筋膜和硬脑膜 所有头部单位的骨病学病灶 都会影响身体的其他部位 凡之亦然 这使得仅仅靠身体其他部位 来治疗头部单位是不切实际的 让患者仰卧 我们透过一系列的张力测试 来检查患者头颅 以便找到所有存在的病灶 如同底内的其他连接结构一样 在头部骨架的不同关键点上 施加压力或牵引力 来进行张力测试 例如往常 如果在张力测试过程中 我们感觉到被测试结构中 有一个明确的阻力 此处被视为是骨病学病灶 不同于骨病颅骨听诊技巧 我们使用轻微但足够的张力 直接诱发结构 以便获得其固着程度的清除指示 虽然压力和牵引张力 测试足以对头部单位的病灶组织 进行精确和正确的诊断 但那些对于机械链接操作 还不够熟悉的人 可以使用传统的功能性颅骨检查 来验证结果 而您将会发现结果会是一样的 我们发明的张力测试 可很快地做完 我们在短时间内 可分析整个头部骨架 即在不到两分钟的时间内 就可进行60次检查 为了系统优化 检查按照螺旋形进行 从下额骨开始 并且探索头颅的所有关键点 而这些关键点 将引导我们至叠诊联合 头部范围的诊断 以骨化中心的特定检查做结 即为颅骨粮和脸部骨架的 骨内立腺的骨结构 属于立腺的功能单位 为了方便起见 在头部功能单位检查时一起执行 我们发明的这个步骤 针对以下几个区域 按照既定的顺序执行 头部单位的各层 硬脑膜系统 捏厄模组 牙齿 额面骨架 颅腔 颅骨缝 颅骨突起 骨化中心 颅骨立腺 头部单位的三个分层 将头部对应于 胚胎学 解剖学 神经学 建筑学 集合学 能量和象征性的现实 分为三个部分 下层 这是一个下额骨联合的检查 和对下额骨的整体检查 我们在患者舒适的阳躺时 透过拇指施加前后压力 进行检查 中层 这是一个对合间的特定张力测试 和对脸部骨粮的整体检查 我们采用相同的前后压力 但这次视力点在鼻子和上嘴唇之间 上层 这是鼻额缝的特定张力测试 和颅穹龙的整体检查 该检查 一样是使用前后压力的方式 进行检查 但这次是视力在鼻梁和额骨的交接处 如果没有发现病灶 医生的拇指 则能够在每层下线 一开始 我们认为这些检查 足以诊断和全身病灶 有关的 头颅的骨病学病灶 然而经验告诉我们 只使用那三项检查 不能达到头部单位治疗的满意效果 某些固着可能在该层没有病灶 最终却成为主要或显著病灶 我们即发明了更多 用于评估头颅的检查 如下 硬脑膜系统 硬脑膜或外硬脑膜 是由中非层衍生出来的结构组织 不同于软脑膜和珠网膜 是起源于外胚层 就像它周围的神经系统一样 由于筋膜结构 很容易受到骨病学病灶的影响 我们需要把 颅硬脑膜 包括进头部单位的总体评估 以及其不同的延伸 像是大脑帘 小脑帘 小脑木 和将整骨与底骨连接起来的 脊硬膜 我们透过施加张力来检查 炉内互相牵引的膜 和防止墙壁瓦解 或人字梯之间 用来稳固的绳索 和建筑性支撑 是相同的概念 硬脑膜上异常的固着 将影响其附着的 骨头的柔软度 涅厄膜组 我们不需要去探究 有关涅厄膜组的机制 因为很多书上 已经琢磨过这个主题 计量涅厄膜组 需要进行起向检查 颅图的前后检查 颅图是涅骨的一部分 这起源于 软骨神经炉的二软骨囊 和起源于 魔性神经炉的 涅磷状部所区别 这需要一个特定的检查 颅图共成了 颅骨的四个主要支柱之一 因而承受了巨大的压力 大多数情况下 常见双侧固折的颅图 常现一个前旋 而一个弦后 下颅骨的侧衣检查 该检查包括 側向滑动和自然 推拉运动不同 并且不能由患者自主控制 下颅脚的左侧和右侧 側向固着 通常与 微语言情绪状态有关 下颅骨的挤压检查 这个整体检查包括将下颅骨颗挤压到 涅槽中 当成阳性反应时 表示牙齿咬合不正 如果这种咬合不正 最终成为主要病灶或显著病灶 我们必须分析下颅骨的骨内立腺 和每颗牙的骨内立腺 逆额关节检查 作为头部单位里 真正具移动性的围关节 我们需要透过整体检查 来确定这里是否存在限制 需要进行许多特定检查 以决定哪些参数 只需要做调整 牙齿 虽然牙齿主要是用来咀嚼食物 因而隶属于消化系统 但是我们比较喜欢 在头颅的解剖学范畴里 去治疗牙齿 正如我们在胚胎学的 章节里所见 除了覆盖牙冠的 法郎制以外 牙齿的其余部分 是中培层组织 就像鱼制整合的 体内的骨关节系统一样 为了描述牙体形态学 我们使用标准国际命名法 在古病学中 我们必须对牙齿的重要性 和可能影响牙齿的一些因素 有认知 如直接撞击所产生的 病造后遗症 牙齿照护或牙齿矫正剂 造成的影响 咬合不正 感染等 许多活力充沛的牙医 已经建立了牙齿 和我们整体健康之间的关系 特别是牙齿 和我们体内器官的关系 或牙齿和通过 它们的经络功能之间的关系 我们的古病疗法 是施作在张力测试中 最固烛的牙齿上 而不是在任何局部端 显示出症状 或可能的远端问题 在检查头颅时 我们首先透过在四个牙齿向线 施加整体压力 来进行系统性的检查 我们可以将各项线和其中的牙齿 视为一个单位 如果该项线内存在限制 则特别检查每颗牙齿 你找出哪颗牙齿有问题 因为我们可以用相同的方式 来检查牙槽腔 无论是健康的牙齿 带有矫正器的牙齿 不过的牙齿 或甚至是拔过牙的位置 透过检查骨发痕 基于很多原因 全齿是一种特殊的牙齿 因为它的牙根 是骨头里最深的 它形成了上奥骨结构的主要支柱 这也是统计上 并造最常出现的地方 因为回弹法效果的极度精确 让我们能够轻松地调整 牙齿所有不同的 固着参数的病造 山河面骨 骨病学病造常发生在 脸部骨头中 脸部很容易受到侵略 为了能够正确地评估 脸部的深物力学 需要进行许多检查 阴厄骨缝 我们已经发明了两项检查 不需要在内部进行 即可评估中厄缝和横缝 颜骨 颜骨是许多撞击的受害者 我们必须透过整体的减压 来检查颜骨 然后在必要时检查 每个可能的限制区域 涅骨上的颜骨秃 骨秃是一个横杆 是涅磷得以辅助 和作为头部结构的真正 非伏壁 这个动作和结构上的双重功能 需要两种不同的检查 一个是透过降低和升高 让涅磷前后转动的曲柄 一个是去感觉其柔软度的骨内检查 乳突的肌部 这种像是帐篷 建立在乳突柱上的骨质结构 形成了和全骨柱相连的颅侧弓 上涅腺 它也是浅静建模的重要附着处 为了检查乳突的肌部 我们只需对耳后的骨头施加压力 颅腔 头部骨架的主要空腔 是鼻腔 腹鼻痘和眼眶 鼻腔 这是上呼吸道和嗅觉所在的起点 我们必须进行两项特定检查 透过施加垂直于鼻梁的压力 来检查鼻中壳 硬骨和软骨 该检查直接作用于筛痘 透过施加压力于两侧的鼻骨 和上奥骨上分支 来检查鼻侧臂 这通常是创伤后遗症 和或手术的部位 腹鼻痘 这些空腔 有着和教堂走廊上方长廊相同 增加侧臂抗力的结构功能 强化骨质墙 我们必须个别检查 上额痘和额痘 筛痘已经在先前的鼻中隔检查中 检查过了 我们在鼻痘上发现了 重量惊人的固着 它们也是许多感染发生的位置 无论慢性或急性 都会导致组织发炎 最后进展为 骨病学病造 透过机械链接的特定疗法 无论是急性期 针对该区域做症状治疗 或是在慢性期治疗所有骨病学病造 我们通常对于像是鼻炎或鼻痘炎的 复发性病症 有良好成效 眼眶 我们透过额骨把颧骨 向额骨叠骨 鼻骨分离 使眼眶上方打开 以检查眼腔 在这个程度的固着通常会引起强烈的眼高压 是一种功能性高压 因为它在施行回弹法 使眼眶闭合后立即回复正常 额骨缝 我们同意那些坚持额骨移动的人 我们测试额穹额上每个主要缝合 其实这些区域的固着不像想象中那么普遍 动的程度和检查的压力和牵引力的方向 取决于每个相关鼻缝的解剖学 前信是冠状缝和史状缝的交界处 是颅骨真正的基石 因为这个点对应于前信门 最后一个关闭的前缝和交界处 人字缝间是史状缝和人字缝的交界处 是第二个额骨积持后信门 这些点的固着总是对人的整体健康有很大影响 而我们透过放松前信或人字缝 已经得到惊人的成效 我们透过对蝶诊联合的整体检查 完成了对额骨缝的评估 如果这个检查呈阳性 我们必须透过分析蝶骨和诊骨不同动作时的关系 来获得更多细菌 区区和伸直左右旋转 左右侧弯左右侧椅上下的垂直行变 减压分离 特定检查后 病灶的治疗必须着用在最严重限制的病灶上 颅骨骨化中心 这些额骨顶骨和枕骨的凸体 代表了泰儿颅骨的主要骨化中心 检查这些颅骨突坏的骨内病灶时 将可查出抗压点 神骨骨化中心 这个地方对应于个体的本能功能 而且在此处的固着通常于心生而终发现 这点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的口腔期有关 颅骨骨化中心 这个地方和情绪系统有关 而这里的病灶主要发生在儿童和妇女身上 这点对于精神分析学的肛门期 颅骨骨化中心 这个区域和心理功能有关 而且这里的色质在成人中很常见 这对应于精神分析学的恋母情节 对于所有颅骨骨化中心 右侧代表最近的问题 左侧代表更古老或更深层的性格问题 颅骨骨化中心的调整 是场显著缓解患者饱受折磨的神经状态 例如焦虑或抑郁 头部单位的骨内立腺 这些可以在诊断头部单位中的限制时 或检查骨内立腺功能单位时检查 透过纵向挤压涉及的骨段 来完成立腺的检查 无论是用两指检查或一指和另一端的反作用力 无法挤压的骨段 便是骨内立腺并造的真相 对于头部单位 我们必须系统性评估这些骨内立腺 颅底部的梁 蝶额梁和涅骨岩部的梁汇集在 底岸上的斜肘 颅骨的支柱 前额柱 拳骨柱 入肚柱和枕骨柱 脸的支柱 下巴的支柱 下颌柱 拳齿柱 鼻柱 拳弓 非伏壁 连接拳骨柱和乳突柱 牙科领域 不光是骨内立腺很常见 而且这些病灶通常为主药或显著病灶 因此必须好好治疗 治疗策略 在我们的疗程中 我们对于头部单位 如同我们对于其他工农单位一样重视 透过抑制平衡检查 我们找出哪一个是头部单位的显著病灶 然后对其他七个功能单位 像是脊椎 胸部 内脏等 都做出抑制平衡检查 以找出主要病灶 第一次调整永远是我们在透过抑制平衡检查找到的主要病灶上 如果主要病灶在头部单位 我们会按照前面提过的方式 透过回弹法导证它 回弹法很容易应用 且一定是以相同的方式之行 不论涉及哪种结构 张力膜 腻下核关节 牙齿 痘 颅骨缝等 如果主要病灶位于其他地方 在另一个功能单位上 当然就必须从那里开始治疗 之后我们验证 该调整对于头部单位病灶的影响 如果它们是次要的 它们将被放松 而不必再做治疗 无论是局部或远端的矫正 都可以立即感受到头部单位恢复正常了 这可以透过头颅处诊验证 颅骨的姿势 或是透过典型的颅律动听诊来验证 在机械链中疗法中 治疗颅骨或称作头部单位 需要将其视为整体病灶的一部分进行处理 并且尽量在需要时 在该处用适合的方法介入 请不吝点赞 订阅